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糖尿病是一种类分泌代谢性疾病 与高血脂、高尿酸、肥胖、高血压等一样 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糖尿病患者出现糖尿病升高 是由于体内对于葡萄糖利用出现问题 或者是降血糖的激素出现问题 导致血糖升高 主要有两个原因导致的血糖升高 第一个就是内因 第二个就是外因 内因就是遗传的基因 可能是容易得糖尿病的基因 或者是容易得糖尿病的体质 外因主要是跟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 现代人由于饮食吃的过多 吃了不正确的饮食 高糖、高油、高盐饮食 还有抽烟、喝酒 再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熬夜、体力活动减少 其实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控制、避免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对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 有很大帮助的食疗茶番 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糖耐量 达到降血糖、降低血脂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软化血管、解除疲劳 这种方法不仅简单 而且非常的理肝健饮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新鲜的苦瓜 苦瓜它有着特殊的苦味 受到大众的喜爱 苦瓜不仅口味特殊 还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苦瓜虽苦 却从不会把苦味传递给其他食物 所以它又有菌子菜的芽参 苦瓜中含有类似于胰岛素的物质 食用后可使血糖明显的降低 因此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苦瓜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从食物的角度来讲 苦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善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而且含有的脂肪含量和糖分都比较低 平时适当地吃一些 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而中医认为苦瓜具有去属 调热 明目 解毒的功效 若糖尿病患者 经常吃一些苦瓜 可以起到辅助降低血糖的好处 苦瓜中所含的皂肝 有非常明显降血糖的作用 不仅有类似胰岛素样作用 固有植物胰岛素支撑 而且还有刺激胰岛素示范的功能 糖尿病朋友可以用苦瓜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晒干 储存起来 长期用来泡水喝 对于我们控制血糖 非常的有帮助 还能起到美容 养颜和减肥 苦瓜我们切出来一小节就够了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切开 切成薄片 苦瓜燃 我们不需要去除 因为苦瓜燃 也能起到很好的药用价值 切好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硫瓣根 硫瓣茶是一种降血糖的健康饮料 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 还可以预防高血糖 因为硫瓣里面含有多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可以调节人体的类分泌 增强人体的一线功能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加速人体内糖的代谢 增强人体的糖耐量 使人体过量的血糖尽快的降低 并且硫瓣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种物质可以促使人体肠道蠕动 缩短排便的时间 而且它能够清除人体肠道和血管中积累的毒素 和胆固醇 可以预防毒素在体内堆积 对人类高发的中风与癌症都有明显的作用 再来准备八克折的山楂 山楂是一种美味的水果 也是一味中药材 中医认为山楂只消泊泊 山楂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C、胡萝卜素、淀粉、苹果酸、钙、铁等营养物质 对人体十分有益 山楂对于治疗心血管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山楂主要的成分是环童类物质 这类物质对于人体心血管系统有明显的药力作用 能起到降血脂、降血压、强心、抗心率不起等作用 第二,健脾消食 山楂是健脾开胃、消食、化脂、活血、坏瘀的良药 对于食欲不振、血瘀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疗效 糖尿病人适当地吃一些山楂 有助于消化 山楂在水果中属于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 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山楂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控制 我们用清水把流瓣根和山楂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再准备5克的枸杞 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一些枸杞的 枸杞是有一定的糖分 但是枸杞是具有非常多的药用价值 糖尿病患者吃枸杞具有非常多的好处 枸杞是最有降糖效果的 由于枸杞含有枸杞多糖 能够促进受损的胰岛细胞快速的恢复 同时还能够提高胰岛细胞的抗氧化 能力对于胰岛细胞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促进人体尽快恢复 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平时会有口渴的现象 而糖尿病患者长期少量的吃一些枸杞 是能够改善口渴的现象 枸杞还具有非常好的补肾效果 糖尿病到了后期会形成多种并发症 而肾病就属于非常严重性的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适当的吃一些枸杞 能够起到滋补肝肾的效果 可以用枸杞来泡茶喝 能够改善肾虚、羊尾、四肢五粒等现象 枸杞清洗干净 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大约900毫升的清水 给它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上十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茶就煮好了 直接倒入杯子里面 晾着温热就可以喝了 这道茶喝起来比较回甘 我们可以全天带茶饮用 糖尿病长期以来危害真的非常大 可以损伤到我们身体的多个器官 时间长了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所以平时我们要控制好血糖 多喝一些保养茶 对于我们控制血糖 预防三高 提高人体免疫力 有非常好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